他沒有做錯任何的事情 應該因為有仇恨 有所謂對抗 就要來罷免他 林又昌 根本就是全國的爛尾王 上權入世 在他卸任之後 還繼續政治操作 要來搞爛基隆 就是用罷免來當自己的遮羞部 完全沒部了 被外界看破手腳 因為40%當選的賴清德總統 要罷免他卻要50%才能過門檻 60%當選的立法委員 卻只要25%就能夠罷免 這是一個極度齊行的社會 現在罷免變成政罷免 洞免 就是仇恨洞免的功績 現階段我們不贊成說 罷免的門檻再去改動 目前要有聯署總統 烏龍黨的選舉 要提供成名證 罷免公子 就是抄那個條蛤蛤的名冊 公子罷免那個 抄名冊的那個要改掉 我們要感謝謝市長 這個黨權力的支持 豪國國會改革 還有重要的才華法修正 另外我們對謝市長 他這一年一半來 他的努力 尤其在基隆市政上面 他用愛 用合體 用他的努力 讓基隆市政做改變 那在這過程當中 當然得罪了部分的人士 特地利益的人士 跟民進黨的朋友 那我們一相信 基隆市民一定有這個智慧 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那我們當然不應該做 因為用仇恨 用對抗 就要來罷免他 其實選罷法的不合理的部分 都是受到社會可以來檢視的 大家看到總統的罷口條件跟立委 或者現實上的罷口條件 就完全不一樣 一個比較高一個比較低 而且在我們的連署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總統的連署的部分 或重要的連署都是要付身份證的立委 而現在只要抄一下就可以了 本坎的部分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這些都是通過公聽會 大家覺得什麼樣是最適當的本坎 都最重要 那不就是說他不支持 逃遜民坎的評供 也不見得來逃遜民坎 其實至少你一定第一個先討論一下 連署可不可以用抄的 可不可以只有身份證的字號就可以了 或姓名就可以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總統的連署 為什麼要付身份證 要個人證明是當事人 如果說在討論文坎的部分 如果不管比例是多少 或者是說 今天如果他當選的票數是10萬票 結果你6萬票就可以把它罷免掉 或者5萬票就可以把它罷免掉 合不合理 大家可以做社會準確討論 其實他不是針對某一個個人 也不是針對某一個政黨 大民本來是 如果主主制度 正來淘汰不適任的官員國是女拜 正來規劃 我只要一旦你當選 要保證做完任期 所以罷免是有他的目的 但是現在罷免變成政法 動員 這就是仇恨動員的工具 這就是我們不喜歡看到 特別是最近在所謂的什麼 什麼大罷免時代 你不支持我的意義 那我就去罷免你的意義 那你罷免我的 我就罷免你 所以變成已經是一個仇恨動員 這不是我們喜歡看到的 所以 我們很不喜歡說 看到目前把罷免到最後 這是仇恨動員的工具 那麼在制度設計上是這樣 現階段我們不贊成說罷免的門檻再去改動 因為像以前公投 公投的 你不可以說我今天遇到問題 就換一個公投的方式 等到有一天我又不選就換來 我就換走 所以法律應該有他的志向 目前要有這個聯署總統副農房的選舉 要提供生存證 可是現在要罷免你知道 公子 那個就是 就是 就是抄那個條蛤蛤的名冊 你知道 你知道有姓名 有 生存知道 有婦女住職 抄一抄一抄一抄 就可以當作那個罷免的這個 這門檻的這個什麼 這個一個根據 這個要改 罷免的門檻不用動 但是我反對罷免變成政治工具 所以他應當要很嚴謹 照規定做 所以我們是主張說那個 目前這個公子罷免那個 那個超明冊的那個 那個改掉 其實是這樣 罷免的可能不要動 但是這個發動罷免的這個程序 應當要嚴謹 更重要一致 就是說你聯署總統副總統的那個程序 跟 罷免的這個聯署程序不一樣 這不對 我們看到林宥昌 根本就是全國的爛尾王 因為他的工程經費很會加 他的施政缺失很多 但是他的權利金很不會收 根本就是讓基隆市民上權入市 有這一種市長 基隆市民應該要感覺到非常悲哀 而且在他卸任之後還繼續政治操作 要來搞爛基隆 我們必須講 林宥昌根本就是民進黨史上最low的秘書長 怎麼說呢 鄭文燦 2022年輸掉桃園 他現在在海濟會 要謀求東山再起 而林宥昌在2022年輸掉基隆 他輸不起 他竟然開始炒作政治的攻防 試圖拿這種政治的頭碼 去尋求自己2026的選舉 這就是最low的秘書長 林宥昌也是擺爛的秘書長 他是三大擺爛 他是市政擺爛 黨務擺爛 2026擺爛 我們剛才看到了五大爛攤子 全部都是謝國良一上任 把這些市政的缺失趕快回到正軌 把這些建設趕快回到正軌 給基隆市民一個更好的使用的場所 更好的一個建設 這就是謝國良帶給基隆的良政 都是在導正過去的五大爛攤 第二黨務擺爛 我們看到林宥昌 國會改革投票書 副一又書 請問你上任秘書長有哪一個是贏的 你就是一個黨務擺爛的秘書長嘛 第三 2026年你完完全全只想到自己想去哪裡選 沒有照大局 照政治 照台灣的民主常態走 你硬要操作罷免 叫你的子弟兵 基隆司議員出來操作罷免 根本就是秀下線 所以林宥昌叫做三大擺爛的秘書長 而這些擺爛的秘書長 就是用罷免來當自己的遮羞部 就是擔心自己完全沒部了 被外界看破手腳 所以我在這邊要來提醒林宥昌喔 你這些五大爛政 大家看到你惡意的罷免 大家就想到同志偉 只要想到你的惡意罷免 再想到你的五大爛政 大家就想去罷免基隆市議長同志偉 所以呢你簡直是害了同志偉 同志偉看到你會非常的生氣 因為當基隆 不管第二間第三間的結果怎麼樣 接下來該倒楣該招殃的 就是基隆市的議長同志偉 好朋友們你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科菲爾醫生 幫助您睡得好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隨行果汁機一入 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廠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 多謝